嗨 四豪 嗨 四豪 我的眼睛交給你啦 絕對不可以動 頭不動 非常棒 最後三秒鐘 HERP 倒是唯一 今天會是一個很認真的影片 我決定做一個人生 非常非常大的決定 這足以改變我的一生 不是結婚啦 是眼前一片光明 大家應該知道我都有戴眼鏡 可是因為常常要拍攝 或是衝浪前睡 我只能戴隱形眼鏡 而且我的度數是怎麼樣呢 我的度數是不深 大概兩三百度 但是我的閃光也是兩三百度 所以我基本上只要光線移不好 或者是昏暗的時候 開車什麼 我必須一定要戴眼鏡 那也是因為閃光的關係 我的隱形眼鏡就要買閃光的 閃光的有多貴呢?一盒將近一千塊 每次要兩盒 為什麼呢?因為兩邊度數不一樣 那衝浪的時候 基本上每次衝每次掉 所以我在隱形眼鏡上面的開銷 是非常貴的 今天就是要來做雷射手術 其實我想了好幾年 我就是覺得 我應該一定要來做雷射手術 雷射手術我也研究過一段時間了 那我覺得既然要做 我們就要做什麼呢? 做最好的 做最貴的 醫生要給他最好的 所以這次我們會去大眼科 找權威的醫生 去給他做最欣喜第三代 得過諾貝爾獎的 smile 全非秒雷射手術 非常期待 我們現在幾點了? 2點15分 等一下4點就要動手術了 歐文期待嗎? 我不期待 是你 你害怕嗎? 我覺得 會怕嗎? 我覺得不會害怕 但是很興奮 就是很期待 你知道 感覺世界都要改變了 好啦不然我們就差不多弄一弄 出發了 唉唷 好啦 好期待 Let's go 我突然想到 我們有一個好朋友 他做過這個手術 我覺得 我在手術前 打給他 來問一下 因為說實在的 你說不會緊張嗎? 可能多少還是有一點點 打給他 這個人 大家一定認識 許凱 做完手術以後 變電影明星耶 哇靠 喂 喂 許凱喔 嗯 你不是做過那個手術嗎? 那個 對啊 你現在已經過兩年對不對 對 那怎麼樣? 你覺得這個手術怎麼樣? 因為我 因為我現在正要去弄啊 所以我 多少還是有點緊張嗎? 了解 了解 你今天要用喔? 對啊 我四點要用欸 是喔? 對啊 那你有人陪是不是? 有有有 歐文有陪我 值得啊 我上次跟你說啊 我都做了 覺得很不錯啊 然後真的沒什麼厚餘症 欸 但是如果 就是前面顧得好 那他修復之後啊 那對於後面的生活 嗯 有什麼不一樣? 會被干眼症啊 還是什麼? 我是七百多毒啊 但是 我不知道我後來 好像三四個月後 就變得是 趨勁穩定 1.0喔? 對 我就是 好像 我剛恢復的時候 最好測到1.5耶 這麼誇張? 1.2耶 真的假的? 對啊 哇塞 好爽喔 但是後來就是可能 可能差不多1.0啦 就是欸 跟以前在以前 差不多 看可不可以跟你一樣 就是弄完以後 也可以當上電影男主角啊 這個 這可能是 臉的問題 要去看一下敏格 對不對 要看敏格 好啦 我現在在拍片啦 所以有把你的聲音錄進去了 哇 好厲害喔 我的天啊 對對對 這招YouTuber常用嘛 對不對 這個算是 就是 先上車後補票 對對對 這個我跟妳講 這個影片很重要就是 我們不是說 要告訴大家 多好多好洗腦這樣 我們是要很真實的 真的會發生什麼狀況 我們都要把它記錄下來 好啦 謝謝徐凱的分享 我現在在前往的路上 OK 好 開車小心喔 記得追蹤我 好好 密基林的徐凱 追蹤起來 你們看嗎 要湯到我眼前我就會擺緊 對 那是 沒有 好 OK 好 好,來囉 準備囉 加油 韓醫師好 我的眼睛交給你 沒問題 往下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就卡在那個中 舒服啊 對,就這樣 好,他們船移動囉 放輕鬆 好 等一下會通過燈亮亮 讓你看 絕對不可以動 頭不動,非常棒 最後三秒鐘 你舉起你的右手來 往這邊來 好了,我看往這邊 手舉起來啊 讚啊 有看到他 有看到他們嗎 有看到吧 帥不帥 現在有一點糊糊的 你才幾分鐘 但是完全沒有任何不舒服的 而且我很放鬆的感覺 真的很放鬆 那個 藍醫師他指導的話 讓我整個人很放鬆耶 很像一個師父 師祥的爸爸 在對我這樣安撫 你完全不緊張 我不曉得你是撐住還是 完全不緊張 因為我告訴你,我不能失誤 哈哈 這個是你的度數 就是剛剛手術中抽出來的 喔,藍色的喔 這個是Smile手術的特點 只有Smile才有這種東西 這就是我的眼睛的角膜 Yeah 這個可以圈出來的 喔,真的喔 哇塞 這活著,這有生命的耶 大家看 這就是困擾我這麼多年的 就是他 就是他 他就漂給你看小水木 哇塞,有沒有看到小水木 所以我現在是 近視跟閃光都會歸零 都會歸零 但是 因為他初期 你不會感受他 因為木木的嘛 你慢慢他 腳毛水腫 那個那個 氣泡退 才會完整 就會好 現在都還有氣泡在裡面 好 來,抱一下 五分鐘間就可以看到了 再見 掰掰 我還是留著啦 這個還是有點價值 但是 這種感覺 好棒喔 我想到我之後在沙灘 可以看得很清楚 喔 大海旅人 讓你站起來 好啦 那我們就 過幾天再見啦 我先回去好好的休息喔 掰掰 今天 手術的第三天 我今天出來運動了 還不能下水 但是來玩滑板 大家看我戴這個護目鏡 其實我這兩三天啊 出門都戴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 有風嘛 然後城市有沙 有什麼的 會塌塌感染 所以我還是會戴護目鏡 但我覺得就算不戴 也不會怎麼樣 但是我為了 想要讓我的傷口 不要任何問題 所以我就會戴著它 但我跟大家講蠻神奇的是 我第一天回去啊 視力六成 第二天直接八成耶 然後我後來 大概中午回去 回診 然後把那個保護鏡 有點像 引擎眼鏡的東西拔掉之後 我測視力直接1.0 不誇張 就是這麼厲害 直接1.0的視力 然後 呃 神奇的是 我隔天再起來 我的眼睛 原本喔 我都覺得我的眼睛有色差 可是我今天早上一看 發現我那個色差都沒了 我原本會有一隻眼睛特別亮 然後 顏色特別綠 一隻眼睛特別黃 我現在沒有色差耶 超開心 然後今天 來玩滑板也沒什麼問題 基本上 我覺得已經不影響生活了 我會去照樣看手機啊 照樣什麼 就是瘋狂點眼藥水 然後 整個狀況都很OK 超多朋友問我 我都覺得 哇操 不然你們趕快去聯絡我的諮詢師 我覺得自己用的還蠻值得的 但是我會想說 等我真的確定 兩三個禮拜以後 再跟大家完整的來分享心得 呃 我覺得 給大家是一個建議啦 也不是說真的要一直叫大家 做雷射做雷射 只是對我來講 真的生活改變蠻多的 好啦 玩滑板 一個禮拜的回診 6號 哈囉 Alan 他是我的諮詢師Alan 我們今天是一個禮拜來回診 對 今天要來檢查一下 超後的事例 OK 我現在真的是超棒的 我超滿意的 我真的覺得我現在馬上就可以一下水了 等等等等 等一下先給醫生看一下 OK 沒問題 好 右 上 這是1.2 喔 這是到1.2 這個呢 C標是所有試標裡面最難的 喔 真的嗎 這個 我覺得 可能要用猜的 右 對 是右 沒錯 我現在是1.5了嗎 這是1.5 你看 喔 這是 你看旁邊是1.5 對 這是1.5 欸 真的我沒有想到 有一天我的視力 竟然是1.5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能到1.0 或是1.2 就已經非常非常厲害 我真的是沒有笑想 我用猜的可以把1.5的 標都猜對了 而且你剛剛在講說 C標是所有的那個標裡面最難的 C標是對 所以我剛剛聽到 你知道那個感覺是有點 像落淚 呵呵 真的 我覺得沒有沒有誇張 哇 欸 真的 突然就覺得 很謝謝你 你看現在經過7天 我視力 隱隱約約真的是1.5 看得到欸 非常非常的 神奇 我覺得 好好的衝浪了 喔 我覺得接下來就是等 下水了 今天是我 手術後的第14天 也就是兩週 今天 我應該會來下水了 因為我覺得 在我一個禮拜回診 那時候醫生說 我眼睛 已經沒有傷口了 那又過了一個禮拜 這段時間 其實整個感覺 眼睛好像也沒有任何的不適感 所以我覺得 搞不好 我的新陳代謝是真的蠻快的 所以可以提早 下水 那兩週了 我覺得我也等很久了 今天我就會來測試看看 真正碰到海水 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那這也是我最關心的事情 就是多久可以回復到正常狀態 因為海水大家都知道會比較髒 也怕說會有細菌感染 或是造成眼睛不適啊 什麼的 那這也是 今天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了 那我們就下水 Let's go I'll be home I'll be home I've been stuck down in you Hello 大家好 已經隔了大概兩個多月 我的眼睛現在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滿意 其實從上次兩個禮拜後下水啊 那天之後就沒什麼問題 那當然我就 因為很久沒有衝浪了嘛 我就一直衝一直衝一直衝 過程中有遇到會比較 一直需要把眼睛泡在海水的時候 就是浪比較捲啊 然後我就一直需要潛躍潛躍 所以眼睛我其實一直都會有過敏反應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都是 我大概衝兩三個小時 但是我眼睛就會開始紅紅的 不過這段時間 好像也沒有影響 我這個手術 就是手術應該是完全癒合了 所以這個紅腫紅紅的這個過敏反應呢 好像也就是一個很自然的狀態 對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手術非常的成功 我這段時間真的是超棒 不管是晚上開車的時候 還是晚上夜深冷靜的時候 在室內用電腦的時候 躺在床上用手機 還是我覺得任何時候吧 就是你會覺得 真的是少了一個隱形眼鏡的負擔 因為隱形眼鏡有時候會乾 有時候會掉很麻煩 現在真的 尤其是我那時候剛起來啊 我都覺得 我是不是隱形眼鏡忘了吧 然後看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我做了雷射手術 所以非常的清楚 然後我就會改掉一些我的壞習慣 像是 我以前會一直揉眼睛 然後自從手術之後 我現在就戒掉這個 揉眼睛的壞習慣 然後眼睛不舒服 我就會點一下眼藥水 讓眼睛保持濕潤 這也是我覺得一個很好保養眼睛的一個生活習慣吧 總之這個手術非常的滿意 那兩個多月後沒什麼問題 基本上就是覺得充滿自信 像頭髮也變了 對不對 我覺得整個人很像弄完牙套一樣 就是充滿自信 非常的棒 很推薦大家去雷射如果你預算夠的話 那這支影片主要就是分享給大家這樣的一個心得 然後給大家一個參考 所以影片也蠻長的 但是我覺得很真實啊 這是一個真實的案例 就擺在你們面前 好 今天就到這邊 大家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